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话成语又和您见面了 今天讲的这个成语叫做牛顶抨击 这是发生在汉朝的故事 当时有一个人姓鳖 他叫鞭让 鞭让他因为才华洋溢 所以被他公认为是一个大才子 那当时呢又有一个大将军 这个大将军姓和 叫何敬 何敬啊他势力非常大 从哪个角度来说呢 因为何敬跟皇上沾点皇亲 是怎么样的皇亲呢 皇上有一任妃子姓何 叫何妃 何妃啊他是和何敬同父异母的清修妹 所以呢何敬可以算是皇上的大舅哥 谁都怕他 何敬还富有风雅 听说有鞭让这么一个大才子 就想要把他招到他家里来为他办事 派人去请了鞭让不来 您要知道当时的文人都有一种文气 尤其是鞭让看不惯 汉朝这种时常是钻群的腐败现象 所以呢他不去 最后何敬干脆以招鞭丁的名义 你不来就是违法 硬是鞭让 被招来 那鞭让来了没办法 就是得办事呢 何敬让鞭让做什么呢 何敬让鞭让当一个令氏 令氏就相当于现在的传令官 甚至你传个命令啊 你帮我送个信啊之类 鞭让在何敬手底下当一个令氏 这件事被一个人知道 谁啊 蔡英 蔡英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 蔡不颠 蔡英来着何敬 就跟何敬讲 何大敬 听书 鞭让在您手底下当一个令氏 有此事吗 何敬说 对啊 有啊 何大敬 您这样就犹如牛顶抨击呀 牛顶抨击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您拿主牛的顶 您炖鸡 您要是把水放太多了 那味道一下子就淡了 您要是把水放少了 一下子就干锅了 啊 我知道 你们这些文人都爱打笔刮 好 我问你 谁是那牛顶 蔡英说 鞭让就是那牛顶 那谁是那鸡呢 我就是那鸡 不不不不 不是 您是那牛顶的主人 那只鸡啊 就是 您不是让鞭让当个令氏吗 那个令氏 就是那只鸡 嗯 到你这么一说 蔡英说 煮牛的顶 它得炖牛啊 啊 我知道我知道 最后 和静派鞭让 当了一个七平线令 这也可以算是 才有所用吧 好了 牛顶抨击这个成语 就是说大海小用的意思 这期的代化成语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